感谢大家出席联合早报主办的年度华语投资讲座 我们刚刚迎来了鸡年 但是大家都知道这是火鸡年 今天新加坡几乎进入了一个复利制度的国家 那么明天会更好吗 这个还是要与你自己来决定 2017年真的可能会是一个拐点 但实际上我认为应该是差不多 投资不失一策 投资是管理 传统投资模式 可能在过去的几十年中帮你获利不少 那今年是威鸡年 威里面有机会 所以猴子说呢 还是他最喜欢的 first street的回报率还是不错啦 啊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